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来了 在开幕式之后颁奖典礼之前 还有一个提名表彰红毯 虽然嘉宾阵容或许不敌正式颁奖 但当天也有不少明星出场 如王一博 玛丽 范诚诚 张子峰等 王一博这次凭借热烈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 他和热烈的一众主创人员一起走红毯 王一博本人的造型依然是重规重矩 黑色西装内搭白色衬衫 造型也没有太大的突破 但胜在年轻有范 大合影时王一博被簇拥在西卫 如众星捧月 但网友认为论番位 黄博才算是该骗的一番男主 可黄博被挤下去 着实令人不解 玛丽则凭借第二十条提名了最佳女主角 当天玛丽身穿白色抹胸裙搭配白色西装 勾花精致 裁剪利落 看着干练又漂亮 就在前一天玛丽还以一身清爽的白衬衫 参加了金鸡奖活动 可见玛丽的活跃度确实很高 值得一说的是 这部片子还提名了最佳女配赵丽颖 但网友却预测 玛丽的最佳女主不一定拿得到 可赵丽颖的最佳女配却稳了 满满的暗示意味 其实早在电影宣传之初 赵丽颖便被质疑宣宾夺主 抢了女主玛丽的西位 这一次两人双双提名 网友也很好奇最终的结果 继续看男配的提名 最受争议的当属范成成了 范成成在小巷人家中的表现 备受吐槽 很多人因为她选择器具 坚持看下去的网友 也是看到范成成的戏份就跳过 可正是这样一位 演技备受争议的新人演员 却提名了金鸡奖最佳男配 和王霄等老演员一起角逐奖项 范成成当天身穿黑色中衫西装套装 肩部有黑色钉珠装饰 平天几分时髦 范成成个头高 气质不错 对脸看只能再一次感慨年轻 是最好的资本 除此之外 当天还有很多明星到场 不过比起他们在红毯上的表现 网友觉得后台更加精彩 王一博被安排和林宝一一桌 林宝一也是角逐最佳男主的人选 他和王一博正在聊着什么 一向不苟言笑的王一博 嘴角上扬的厉害 王一博的另一边 则是为他保驾护航的老板杜华 另一边范成成就有些尴尬了 他坐在王一博后面一桌 全程眼神放空没有与人交谈 看上去十分尴尬 再看后台的其他人 玛丽忙着和粉丝合影 雷佳音也和林作的人热聊着 大鹏还跑到别桌 却在窜门 更显得范成成有些格格不入 当然范成成毕竟是一名00后 也算是演艺圈的新人 遥想当年他的前辈王一博 也是从青涩渐渐成熟 虽然如今他或许承受了一些质疑 但多给他一点时间成长 或许就能见证他的进步了 明天金鸡奖将迎来最终的颁奖典礼 究竟谁能捧的奖杯 而归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是王一博 玛丽等热门人选实至名归 还是会有黑马杀出 范成成又是否能打破质疑 答案都将在舞台上揭晓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